今天您将看到 海边市场欢乐多 一条大船 中间鸽 我这往里一走啊 你就是发现了这么大一艘 这个打鱼的渔船 你这哪家市场都把这个渔船给搬离了呀 年轻父母好端端 新生宝宝被抱走 安藤所长 那什么 我顾不了孩子后头姑子吗 我说妈那我不明白了 他父母没死 为什么把我这孩子 能让他姑姑吃完 一段家庭分声 有着怎样的隐情 我家这儿子 一天不用生意 矛盾不断升级 亲情分崩离析 肿瘤患者该不该打疫苗 在肿瘤治疗期间 感染新冠了 应该如何治疗 以为桃花降临 其实早有预谋 你要不给我们钱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你这个不雅的视频 发送给你那个通讯录 也别好友 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群的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 跟你准点开了 眼眸室里还有个 爱搭词的大洋 大家好 元旦一过呀 马上就是春节了 大家伙得准备准备 置办年货了 以前每到这个时候 我妈就开始带我 这个到处逛大吉 可好玩了 大吉人多 东西多 看着就热闹 一逛大吉 这年味儿就出来了 咱俩这每回 冻的是嘚嘚嘚嘚嘚的 你就是心眼识 你就不会逛 室内的大吉吗 要说在咱东北啊 那最有年味儿的一件事 莫过于赶大吉了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 银口巴鱼圈的鱼圈农贸 我今天啊 就来赶一下 这个沿海城市的大吉 看看有啥不一样呢 哎呀 我这刚一进来 就发现这块 好像跟其他市场 有很大的区别 这块就丑 丑着好像挺高端似的 而且我刚听说啊 这个市场呢 一共分为了四个区域 你现在像我所在 这个地方呢 叫裹了个书 旁边呢 叫市井杂货 再往前走啊 就是无肉不欢 跟鱼里鱼气 你说听这名 就挺网红的 而且我刚看 你说现在这个 所有这个摊位 都是各种小木制的 还有这种小木制 这种小盆啊 那你说这块东西 不会挺贵吧 大夫我问一下 像这个厂子 是多少钱一斤呢 像厂子 现在我们这里便宜 六块钱一斤 那像苹果啥 那这些 苹果也是六块 哎呀 我看这苹果 瞅着挺喜欢人的 大方你给我 摇两斤苹果吧 我就往里一走啊 你就是发现了 这么大一艘 这个打鱼的鱼船 你现在哪家市场 能把这个鱼船 给搬离来啊 所以啊 我感觉啊 这块就是这个 鱼圈农贸独有的 这个特点 而且这块的海鲜 肯定不错 你看咱前头 就是这个鱼里鱼气了 咱一块就过去看过去 这是燕霸 就是咱那个霸鱼圈 那时候所说的霸鱼呗 对 那你说现在就是 这个季节 就是吃啥样鱼 好一点的 那吃霸鱼 包括鱼 就是这时候 吃这样鱼 鱼也挺鲜鱼的 是吗 对 这都是鲜鱼动力 大姐我看 挺厉害啊 你这个小活干的 里边有刀片 一剪就一个 你看这些 那咋分的呀都是 分大小不一样 黑黄也不一样 大的是母的 小的是公的 这还分公母吗 这个也分公母 要不怎么繁殖下袋呢 自赏鱼银堪有 今天我逛这一大圈下来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不挨动 你像其他 过其他大集的时候 那买点东西 那动力嘚嘚嘚嘚的 但是在这块啊 你说不仅环境好 东西全 而且价格还挺便宜 所以说 待会有机会也来 这是逛一逛 保识让你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受 这市场看着 有股那大海的味道 你可拉倒吧 你就是看着 人家那个大雨缠了 是吧 虽然说这个市场呢 地方不算那么大 但是东西真挺全 咱们也提醒一下 各位家人 这大集 要想逛着不累 那就预备好 这小推车 是吧 要不然到时候 东西多了 俩手肯定是拿不过来 肿瘤患者呢 普遍存在着 免疫功能受损的问题 因此比普通人群 更容易感染新冠 那么肿瘤患者 应该如何应对呢 新冠疫苗究竟该不该打 对于这个问题 肿瘤科医生 在日常查房中 常常被问到 目前 肿瘤专家 综合美国NCCN 肿瘤患者 接种新冠疫苗指南 2021版 以及国内 2022年发表的 恶性肿瘤患者 新冠疫苗 接种的专家意见 基本观点是 由于肿瘤患者 相比普通人 免疫力更加低下 所以可以打 必须打 如果不打疫苗的话 被新冠感染的话 它发生重症的可能性 就比较高一点 而重症的话 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 推荐还是要打疫苗 至少可以抵抗它 降低它发生重症的可能性 专家建议 肿瘤患者在没有特殊急症的情况下 可以按照常规剂量 选择合适的时间节点 接种疫苗 如果说这个病人 是一个早期肿瘤 做过手术了 然后现在是辅助治疗阶段 那么这类的病人 实际上是可以打新冠疫苗的 如果这个病人 是一个晚期的肿瘤病人 肿瘤现在还存在 而且还有一些相应的症状 我们正在进行 积极的抗肿瘤治疗 那我们就不建议病人 立即现在马上打疫苗 可以等到病情稳定之后 肿瘤的病情稳定之后 病人是可以打疫苗的 我们国内的疫苗的话 一般都是灭活的疫苗 根据一个大数据统计的话 这些疫苗的话 现在针对整个人群的来说的话 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根据我的经验的话 因为我们科室 有些病人已经打过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 有肿瘤病人发生 因为打疫苗 而出现了各种的并发症 如果是在肿瘤的治疗期间 感染新冠 专家建议 可以根据病情 考虑暂停放疗 化疗 优先治疗新冠 病人如果出现了 这个症状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可能是要鉴别 它是由新冠引起来的 还是跟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 或者是由于 它的这个正在做的 这种抗肿瘤治疗也好 免疫治疗也好 还是靶相治疗也好 跟治疗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对于就是 在这个抗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 它确实它又同时合并了新冠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更推荐的是 暂时把这个抗肿瘤治疗呢 尤其是化疗和免疫治疗 像放疗这一类的 暂时停一下 当然有的人呢 他是用靶相治疗的 那靶相治疗 因为副作用相对来说 可能会少一些 对病人的影响 相对也会比较轻一些 如果是轻症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不用停 因为这个新冠 如果是轻症的话 它大概一到两周就恢复了 这一两周的这个间断的话呢 一般来说 不会影响抗肿瘤治疗的发生 但是如果是重症的话 它必须是以这个新冠治疗为主 等它恢复了以后 我们才去考虑 这个抗肿瘤的治疗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其实对抗病毒呢 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 保障充足的睡眠 吃饭又营养 保持良好的心态 做好这些 这病毒也得绕着你走 接下来又到了咱们的说法板块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 亲生父母好端端 奶奶抱孙不肯还 家庭纷争理还乱 夺子之战 起硝烟 生活五彩又斑斓 和谐相处并不难 朋友间 林李间 父子间 婆媳间 兄弟姊妹走李间 家常理短常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理不知找谁变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师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爷奶藤小孙 人老隔背亲 还有个说法 叫爷见孙猫见婚 啥意思啊 就说这爷奶奶 见了隔背的小孙 那就像老猫见了婚信 眼睛都发亮 今天我要说这事 那就是隔背亲 但是有点过了头的事 小坤和薇薇 是一对新婚小夫妻 俩人的宝宝 现在是六个月大 爱不失手啊 但是呢 竟然有人横刀夺爱 抱走了他们的孩子 还咋要不还 你们今天找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还帮我们忙 我想把孩子抱过来 要孩子怎么回事 孩子现在在哪儿 丈夫小坤和妻子薇薇的话 让人一头雾水 这都是歇个奶奶 那我歇个过来求的 没说不给吧 没说不给 原来孩子现在 没在小坤和薇薇的身边 而是在孩子的奶奶家 小两口去了很多次 想把孩子接回来 可是当奶奶的 说啥就是不同意 我俩现在就不说没什么 我把孩子抱都可以吧 孩子不行 还是不给我了 孩子才刚刚六个月 正是需要妈妈精心喂养的时候 这怎么接都接不回来 把小两口急得是团团转 看着媳妇上火 吃不下睡不着 小坤就去劝母亲 想把孩子抱回来 可是孩子非但没抱回来不说 还惹了一肚子的气 什么理由不让你抱孩子 你就说我没 当奶奶的要说隔背亲 稀罕孩子也能理解 可是不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这到底有什么内情呢 我奶奶就要结婚嘛 结婚嘛 我妈也没给我拿钱 就是我把自己我家家都有地嘛 我地卖 我自己就把 因为这钱我们就结婚了 小坤和薇薇结婚的时候 即便是能省则省 可最后还是留下了不少的计划 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小两口的负担的确是不小 我们农村地相当值钱 这些难卖 我们得卖9万10万亿 我妈两母的10万亿 我把外表这坑都给他拼了 其实哪个当父母的 不愿意看到孩子结婚成家呢 当初小两口结婚 婆家人之所以不同意 主要就是因为 薇薇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史 考虑到婆家人的态度 薇薇想尽办法去缓和关系 因为婆家这边都没孩子 所以薇薇就和小坤商量着 赶紧生个孩子 一转眼孩子姑姑坠地了 本来以为这下好了 婆家人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可现实情况却让薇薇大失所望 生孩子六天没出医院呢 我年纪骂刺我 那我不到怎么回事呢 我那时候东西 那屋里劈了啪啦就嘴 那我说妈你咋的了 我说你冲嘴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我年纪妈我俩 你说她说话我能不知什么吗 她说的就冲你 我说妈那我怎么了 你怎么能当我面讲究你二姐呢 你这是当我面 你不当我面的什么样 我说妈 虽然我说我心想不多 可我不能当你面讲究我二姐 我绝对不能这么干 那我得活到什么程度啊 我能讲究你姑娘吗 就这一会儿我说妈 是不是跟你这样呢 你这不行 你这就是说你二姐妈 我说这跟妈怎么能 怎么能唱的关系啊 我家这个姑娘 跟她是同父与父 别人为什么都能和亲 和亲不然 小昆的两个姐姐 是母亲和前任丈夫生的 因为这姐弟三人是同母异父 所以小昆的母亲 比较在意孩子们平时的相处 可能之前薇薇和婆婆之间 因为平时说话没太注意 所以产生了不小的怨气 即便是薇薇生了孩子 双方的关系也没太缓和 后来小昆更是被闹得不轻 是说离婚离婚 有孩子呢 我俩感觉还不错 小两口感情很好 还有了孩子 小昆觉得母亲也是一时闹情绪 才吵着嚷着让自己离婚的 想着以后孩子大一点会叫奶奶了 母亲的心也就软了 我家孩子是吃了将近二十天的奶 食都不够吃奶粉和母乳掺着胃 这个特殊不值得 就是把老拉肚拉的都是水 我当妈的把他比身当过一次 我就了解这种情况 因为我家那孩子也没奶 也是这种情况 或者就寄了奶吃奶粉 因为母乳吃不了 不能让孩子爱饿呀 那我呢我就把奶寄了 寄了他家就挺不高兴的 孩子挺可爱的 其实婆家人也挺稀罕 可是薇薇就是弄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婆婆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呢 特别不明白我们老太的什么意思 我们老太是这么说的 你可以进层出口出去了 我大夫姐说我 你在这家什么回事不知道吗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说那大姐我明白了 然后我就问那个我们老婆婆 我说妈 孩子没妈没抱 行吗 那你别跟我说 那我说那你现在六十四了 我叔 老许孙 是现在能走 真要是说一年打两回针 上医院了 你是雇孩子还是雇我叔啊 你雇不过来 毕竟两个大夫姐过来这儿 都得上班 是不是 按他说的 那什么 我雇不了孩子 还有他姑姑呢 我说妈 那我不明白了 他父母没死 为什么把我这孩子 能让他姑姑伺负 奶奶稀罕孩子太常见了 但是稀罕到这种程度 抱着孙子不撒手了 人家亲爹亲妈来 要都不给 这就不多见了 按说但凡精神状态正常点 干不出来这样事 但咱听这当奶奶说话唠嗑 她也不走板啊 精神状态挺正常啊 那这当奶奶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家这儿子 一天不如正夜 你怎么了 我那个伤害没打过来 原来小坤以前犯过错 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对于那段过去 小坤不想再提起 她只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 过上平静的生活 因为没有积蓄 再加上结婚生孩子 又张罗着想干点小买卖 所以小坤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母亲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虽说总是续道 但也拿出老本替小坤还了钱 只是小两口偶尔还是会闹点别扭 我俩是定在大年初三回来 初二我俩闹着玩就闹着 初二我就喝点酒 完了他一我俩闹着急了 他要睡觉吧 我今天都哄来了 我俩就是来回家就闹着玩 然后孩子 他就急啊 我说你抱走抱走抱 听到笑话说 他出去打车就把孩子都走 打车就把我报家了 俩人闹急了 小坤一堵气就把孩子送回了母亲家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婆家人吓了一跳 问清楚前因后果 最终孩子被留在了奶奶身边 老人吧 你抱我那天抱抱我 你们连你管都不管 一整闹着玩会 你打仗了 你觉得你那什么 孩子就抱走了 你这样事就能负责什么对孩子 所以当老人他就要心疼 他肯定想到这一点 那索性我就不让你们带走了 我就给你带着吧 要不然你俩养活他 就这个意思 当奶奶的肯定心疼自己的大孙子 小两口闹别扭 动不动就把孩子推出来 这能不让人着急吗 可能婆婆当初 也是想替他们两个先照顾着 等小两口都冷静下来 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然后再好好的说的说的 这些事情我现在就说你俩 你俩就说都老大不小的了 不能在这样事里当而戏似的 对不对 你整个孩子推来推去 现在造成这样事里多没有意思 你说你牵扯这个经历 有的时间出去打工挣点钱不好吗 你说你都一点孝心也都没劲 出了以后就结婚 结婚了以后又整出这么多事 他也挺伤心的 为什么说你说养儿到这时候不就防老吗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是不是应该你进校的时候了 不但没进校还出现了这么多事 当老人家他有想法 现在小两口和老人之间 就是因为有误会在里面 双方都曲解了彼此的用意 所以才闹到了如今不好收场的地步 咱们作为儿女来说 不管咋样他是老人对吧 咱们得原谅他 可能是喜欢孙的什么 这都很正常 我说我老婆常常 你说今天就去 我说我永远都是 他笑父母 那咱必须得笑 做人最起码根本 他有事 我说你对你亲妈都不行 对我亲妈都好吗 我说现在就是如果没起来 我说我俩 我俩就是现在我就能做到 就他今天常常了 就现在我就能做到 就是我闯进房后 他有时候 我伺候他肯定能做到 你看这郑洁在这儿 小两口闹着玩 闹来闹去 闹鸡眼了 这小坤一犯倔 就把孩子抱走了 抱到他妈家去了 没成想 这老太太一看 哎呀 这就寻思 你们这两口子太不定性了 那这孩子放你俩手里边 还有个好吗 就这么着 等小两口和好了 想往回接孩子 人老太太不放心 这不才不轻易的撒手 另外呢 也赶上 这两口子 也实在是太不会说话 太不会办事了 本来几句好话 就能把老太太 胡乐的声 反倒让他们 搅得是鸡犬不宁啊 马上您将看到 年轻父母好端端 新生宝宝被抱走 安东处长 那什么 我顾不了孩子 后头姑子呢 我说妈 那我不明白了 他父母没死 为什么把我的孩子 能让他姑子刺完 一段家庭纷声 有着怎样的隐情 我家这儿子 一天不用整理 他脸都挠的 看着我妈打的 你手上 我就想什么事 你都 生活路上欲坎科 乐观面对向阳生活 当时他们就笑我 那你看你还能记忆一天 在外面看到我 还是有时候有笑 我说他们 哭也一天 累也一天 以为桃花降临 其实早有预谋 你要不给我们钱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你这个不雅的事情 发送给你那个 通信录里的 别的好友 一个小跟头 他一倒下 可是大声 打扰时间行 一二三 往里 一二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腿痛 关节主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我们的作业是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困 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你 我爸是安全员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爸爸妈妈 烙得很香的 太棒了 代表的 你就是参丰 分享中国梦 情维本 九三好游 跪在源头 心碎气氛 喜迎元旦 九三始终为社会提供健康食品的民族品牌 一 二 三 八 七 六 台列他新年又来了 对联那全是好书吧 福字还就是那么大 重点全是免费的 大兄弟福袋又来了 一点新意送给咱们爸妈 各地朋友 您就请好吧 呼动扫码 现在开枪了 我想去葫芦岛 葫芦岛 找我找你呀 最终的水豆腐 又能有花 去岸山那 岸山那找你呀 大海热线 新年福袋 送你啊 啥小人 啥也别说了 等我就完了 指定到位 大海热线2023年新版台列福袋 依然是和把美好装进生活的方林装饰联合出品的 我们的大福袋干货满满 台列100高端大气 对联福字家家必备 福袋顶呱呱 把爱带回家 今天上午我们去的朝阳 那现场家人们老热情了 节后咱们继续给家人们发台力 没时间去得找客服啊 家人们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给您的专属客服说想要台力 就能收到抢台力的链接 按照提示 点开下单就可以了 咱们这台力福袋是免费的 您付的七块七毛钱 是快递费用 接着了 说说话呀 那是一门艺术 会说的能把人说罪咯 不会说的能把人心说碎咯 一句话能把人说笑 一句话也能把人给唠哭了 刚才咱们说到 小坤和薇薇这小两口 就有点不太会说话 当奶奶的好心帮忙抱孙子 这小两口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白在地里耍镰刀 把磕都唠散了 他两个乘下 我说最晚28号给你抱走 你还乘下钱要抱走 早晨 早晨五点来求五点抱 六点来求六点抱 不是我现在就抱 孩子们还抱奶粉了 我是你别闹的 你别闹的 今天我们今天有些事要说好了 母子俩已经很久没有 好好的说说话了 这一次又话不投机 其实无论是母亲 还是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对小坤的付出都不少 我们在北京混了十十五年 一分钱没在家 她二姐到一代 就没听过为了她 为了她 给她挣钱 三多年 就是给她还钱 还我只有没钱 大家我跟你说了吧 我剩了不到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可以从这儿看 我存起来了 我现在有这孩子吗 她不务正业 我现在她不挣钱 万一不务正业 孩子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是不是 咱们不拿纸子媳妇 去拼命挣钱 你养我孩子 老人有老人的想法 可能有的时候 小两口没有完全理解 双方就这么杠着 再加上之前 闹了一些不愉快 这日子 想消停也难 我说真要歇着三天四天 完了她说 她说那也行 你定二十八号 二十八号 完了她就回来一门不行 她越说不行 我越见 我说那也不行 那就不行 我就二十八了 你二十八号 你早晨五点来求 五点给六点来 六点九 就这么说的 小坤和母亲都挺倔的 这就算是拧到一起了 好嘛 这娘俩是各想各的招 各有各的法 反正谁都不让着谁 我天妈要是不扎窗 打钻头 她亲姑姑在这 不扎窗 不点房子 这不能有个事 这样的事 她不越急 之前因为几次都没把孩子接走 所以小两口闹情绪 在婆家也是没轻闹 这让婆婆心里就更憋屈了 也就更不愿意吐口说软话 因为你是她的亲生儿子 你在那里边 她在外边也不是好受 是不是 两个姐姐也是 让你出来了之后 给你结婚 尽管是他们拿的步骤 按照你的要求可能没到 但是他们都尽力了 人家是在北京 你那个大姐是二姐 为了你 自己都没有成这样 你明白这些事吗 那不就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吗 有这些亲情吗 她才能这样做吗 大大人谁管你啊 看个脸狗挠的 看个我妈打的 那手上打的 这种事 威威和小坤俩 毕竟岁数还小 有的时候 做事确实欠考虑 在调解员入情里的劝说下 他们渐渐意识到了 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你把这些事说完了 回家跟老丈人他们也学 把你小舅的媳妇 长在里面以后激怒了 他们之间吵上了 你说这个矛盾在谁呢 如果你要是说会做人 会做事 这些事情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 两头瞒着点 对不对 都不应该这样 你也可倒挺好的 公开话 打扮你吗 打扮你或伤害的是谁啊 伤害的是你啊 我刚才在那 我都给你分析了 我说他是老爷 和我年龄差不多 见到下一辈人肯定很喜欢 因为你们这些年轻人 带孩子 都不是那么挺有办法的 而且有时候管的不管的 他有点不放心 喜欢几天也没啥 也不是不给你 对不对 最后婆婆表了态 如果儿媳和儿子 真能好好过日子 以后不吵不闹 不拿孩子说事 那他还是愿意 让他们把孩子 接回到身边的 婆婆是你的长辈 对不对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 修理缩刚 你作为儿媳妇 接纳你的丈夫 就要接纳整个群家 对不对 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 做一下好好说 你看你这态度是态啥呢 对 双方都及时找到了 自身的问题 之前态度都不怎么好 互相之间 也没能体谅对方 现在话都说开了 矛盾也就解决了 不过即使是这样 还是得叮嘱几句 骨血相连一家亲 真是患难的时候 还得是靠自家人 这情分 到啥时候都没法抹灭 孩子今天抱走了 听不听见 但是不能断了这份情分 最后的结果没问题 挺好 小坤和薇薇 总算是把孩子给接回来了 好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 这回抱回了孩子 俩人叫喜极而弃 我讲这事 其实等于是给小坤和薇薇 补了一堂课 你看 小坤在监狱服刑15年 刚出来没几天 就结婚生孩子了 她还没有真正学会 怎么和人沟通相处 以至于对自己的姐姐和亲妈 都好心当成了驴肝飞 而薇薇虽然之前也经历过婚姻 但是她也没弄明白 这婆媳之间到底该怎么沟通相处 所以这堂课来得很及时 很必要 宋小两口一句话 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 不是看经历过几次婚姻 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 更需要懂得感恩 懂得担当 今天这事你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就是奶奶好心抱小孙 本是隔背亲上亲 其实天下本无事 不会沟通两伤神 三哥 我昨天去中街逛街 那家地面老干净了 多亏了咱们的环卫工人 当你呼呼睡大觉的时候 人家都不知道在大街小巷当中 工作了几个小时了 在咱们沈阳中街 就有一位环卫工人 向大姐 即使生活再坎坷 她也一直拥有着乐观的心态 在心理上有些就是说 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我想想我自己的一生 我就觉得 与其我们说说 来改变那个环境 就是还不如把心安下来 顺其自然 就是有些时候 实际上改变环境很不容易的 就是还不如改变心境 叫向荣 来自四川 19岁来到沈阳 来沈阳三十多年了 刚开始来 因为人生地不熟嘛 来到那个管卫工作 因为家里嘛 小时候我母亲身体不好 在我母亲住院的那一年 我姐姐又是 又同样住院了 我姐当时就死了 我姐姐死了 不够呢 我就失学了 就没有上学 就没法上学了 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农村还有猪啊 你我羊啊 一大堆 所以就只好就是 就没有上学的机会 反正也很遗憾 现在就是看到 有的就是说 在心理上 有些就是说 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我想想我自己的一生 我就觉得 与其我们说是 来改变那个环境 就是还不如 把心安一下来 顺其自然 就是有些时候 实际上改变环境 很不容易的 只是还不如改变心境 或者就失学过后 就一直就没有上学 没上学 父母也挺遗憾的 你看你这没上学 让我去学个手艺吧 我学了三个月 学了三个月 或者我去那 到城市去看看 再去继续想去学 但是没成想 来个我就不是那样 20年晚上孩子考试 孩子这么马上就要考试了 晚上我在先生呢 就是突然就得病了 突然那就一眼难尽了 因为当时我 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家里没有亲人 就挺难受挺难受 因为孩子高考嘛 我就怕孩子考杂了 又怕孩子考不好 反正我先生突然不好 住院的嘛 然后那就 干脆就差点 就差点崩溃了 所以当时 他们就笑我 那你看你还能继续一天 在外面看到我 还是有说有笑的 我说那么 哭也一天 乐也一天 我觉得有时候 虽然我们是就是 风力来云里去 确实挺辛苦 也挺遭罪 但是你要不那么去想啊 觉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 自己能锻炼身体 也是一个机会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走到哪里 又有一个 对别人善解人意的心 但人家回报你 就是更多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每一位省城老百姓 都能安安心心 在干净的环境中 舒适的生活 阿姨 这是活道很热线 您的2023年 新年福道里边有 福字台地和对联 然后送给您 希望您新的一年 能把福带回家 谢谢 真不会是城市的美农师啊 无论严寒酷暑 环卫工人们都坚守岗位 其实呢 一本台历不值几个钱 但是代表的 却是我们大海热线的 一份浓浓的情意 感谢为我们的城市 天光 家彩 同时呢 也感谢像大姐一样 为我们的城市 默默付出的人 说巧遇美女搭讪裸聊 你以为是桃花降临 其实是早有预谋 一旦你心有所动 就可能掉进 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朱某像平常一样刷着手机 不曾想 有个美女网友主动找他聊天 并发出裸聊邀请 朱某没有马上答复 就在他犹豫之际 美女主动发来视频 经不住诱惑 双方坦诚相见十几秒后 那头的美女就挂断了视频 没一会儿 朱某便收到了 自己裸聊的视频截图 和手机通讯信息 对方威胁朱某 需要花小钱买体面教训 诈骗分子就对这个少海人 发出威胁 说就是你要不给我们钱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你这个不雅的视频 发送给你那个 通讯录里的好友 刚才还对自己 甜言蜜语的美女 此刻已经变成 勒索钱财的诈骗分子 咬碎牙齿 往肚子里吞的朱某 只能答应转账 希望破财消灾 然而对方收到钱后 并没有按照约定删除视频 而是继续威胁朱某转账 嫌疑人以各种名义 比如说辛苦费 还有这种费用那种费用 然后让受害人 去分笔地转 转了几十笔 然后一共总共加钱 是49800块钱 朱某表示 已没有能力再次支付 可对方依旧没有停止 敲诈勒索的行为 最终朱某扛不住 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选择了报警 由于该案件 全程通过网络汇款 涉及转账账户较多 给案件侦查工作 带来了极大困难 终于在12月19号 成功锁定了嫌疑人 将嫌疑人维某抓获 经审讯 维某对其涉嫌 发送裸聊短信 敲诈勒索人 钱财的违法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依法对维某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警方提示 网络交友需谨慎 面对陌生人的邀请搭讪 特别是裸聊邀请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果断拒绝 一旦遭遇裸聊诈骗 千万不要认为 对方会收钱删视频 而是应当保存证据 立即报警 马上您将看到 小柳条大用处 敲手点画成金 一个小跟头 他一倒下 可是大事 大人时间行 算计 一二三 帮你帮你帮我 一二三 老门之 咳沉喘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葛洪药膏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中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它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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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甄选全国3000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沈阳出发送福到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是 我现在是来到了 银口拜一圈的富吉小区 我今天要给咱们 大海热线会员平台的富大姐 送上咱们2023年的 新版牌力福袋 那我现在要给她打个电话 看看她现在在不在家 喂 喂你好是富女士吗 是 您现在在家吗 你有份快递到了 在家 行那我现在给你送上去 你好是富大姐吗 是 你好我是来给您送这个 新春福袋来的 你是是呀吧 我是 进屋来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 2023年的这个 新版的这个台力福袋 它这里边是有这个福袋 对联 还有一个咱们这个 新版2023年的这个台力 今天呢 那我来给你送这个台力福袋 反正也不是白送的 那我咋说呢 也得考你几个问题 我问你咱们大海热线 所有的女技能者当中 谁长漂亮 是啊 赶紧赶紧赶紧 还有没有多余的了 谢谢老师 一垮就上天 如果说呢 你也想像富大姐一样 想要得到咱们这个 2023年这个新版的台力福袋呢 就打开微信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见红包可劲点 出来二维码之后呢 按住识别授权登陆 加入咱们大海热线会员啊 你不仅能够抢红包 抢福袋 还能新闻爆料 消费维权 一马直通大海热线 大海热线 2023年新版台力福袋 依然是和把美好 装进生活的方林装饰 联合出品的 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给您的专属客服说 想要台力 就能收到抢台力的链接 点开下单就可以了 俗话说 边框边篓全在收口 大眼啊 你知道那个框 它是怎么编出来的吗 不就拿那个数据的编的吗 虽然说现在这个编织框啊 编织篮啊 很少用了 但是编这个东西 里边闻闻道可不少 来自陕北的 名叫陕北侠姐的博主 就展现了自家人边框的手艺 本期的三北侠姐 大家好 我是侠姐 这是我大旧栽的一块 洪流苗苗地 由于栽的太少了 没人来收 我大旧说 把这推了 准备种地 地里的这个条条还可多了 编框框 要有这种细一点的条条了 太粗的话 太脆了 一编就摆设了 后来来 把条条杆略了一下 编框框和催催 我编的不太好 今天让陈那儿编 牵着那妹妹的手 谁能你起步这几圈 为什么把活流策了 活流太宁来嘛 这次要几圈去 一直在路了 看路 接着 出来,你咋这八根别成十六根了呀? 有了还回劲了嘛,回劲买了四个女郎 咋个? 还圆圆的,别熟了 来,煲了 咱们就煲了 成了你还会平弟弟了 比你变得平平的 不平不是说姐弟弟了 连夜变得几个散散和狂狂 现在把所有的叶子一熟熟好了 出来把这还编好了 底子编得圆圆的 看,后边也平平的 叶子看你嘴嘞 今天的框子和色色就全部编好了 别的三个框框,两个色色 这红柳,编框,白瞎嘞 你去烤肉去 你咋就知道吃呢? 你看人家手艺属实行了啊 编得多精细,是吧? 底儿平平的,收口圆圆的 用来盛点东西,真不错 大眼,你听说过 脚踩两只船没? 咱可不是那样人啊 谁说你了 我也没那样朋友啊 你别激动 脚踩两只船 兴许并不稀奇 但是你见过同时和两个人结婚的吗? 关注王律师 遇事心踏实 我办理过很多的离婚案件 有的无情无义 有的自作自受 也有事处无奈让人同情的 可今天要说的这事啊 那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福建泉州的已婚人士小松和小莲 通过网络相识相恋 小松为了表达爱意 经常给小莲发520元的红包 为了能和小莲在一起 还和妻子离了婚 交往了一段时间 俩人准备结婚 小松给了小莲7.8万元的彩礼 小松还多次要去领结婚证 都被小莲以各种理由推脱 婚礼五天后 小松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媳妇小莲早已和别人领了证 结了婚 一气之下 小松将小莲告上法庭 要求其反完彩礼和恋爱时的花销 合计18万元 那么问题来了 这钱能要回来吗 这个结局可以说是大快人心的 因为这俩人都婚内出轨 只不过一个相对坦诚点 直接离了 另一个不知道是想搅踩两只船 还是想多收一份彩礼 但现在看来 等待小莲的肯定也是离婚了 那么小松的钱能要回来吗 法案中小松赠予小莲的钱财 属于自愿行为 符合赠予条件 因此小松要求小莲返还恋爱时的花销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不予支持 但因为两人的婚姻本身是无效的 所以彩礼部分 法院判令小莲 直接返还6.8万元 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大哥这心理阴影面积 你说咋计算吧 对于这事儿 咱们的会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位叫小太阳 他说大姐是不是忘记领过证呢 这不骗婚吗 另外一位会员叫花雨优选 他说这是结了个寂寞呀 婚没结成 十万块钱打水片呢 电视机前呢 各位家人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 欢迎来到咱们的会员平台留言 马上您将看到一个小跟头 他一倒下 可是大事儿 打人时间行 稍息 来 一二三 帮你出来帮你出来 来 一二三 老门之壳潭船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困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肃的东西说句话 我爸是安全人 他好久没了 我爸也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吃铁 在城里开发公众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妈妈烙得很香的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我们把它画下来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它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这样我们把它跳下来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一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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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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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要你爱你 我爱你 看 货带来了吗 钱带来了吗 微信支付收款一万元 谢谢老板 流淞 continued 哥 别冲动 身手挺溜 我每天都打来球的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有选择 现在我想重新来过 好啊 那你去跟小包伟说呀 看他怎么罚你 你这是让我去死啊 对不起 你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欢迎回来 老三陪您接着闹 说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虽然现在这天挺冷的 但是对于一些酒做的年轻人来说 没事活动活动还是挺重要的 伸伸胳膊伸伸腿 让身体也放松放松 最近吉林长春 民警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求助 说一个男的摔了一跤 情况十分棘手 近日 长春市公安局静岳区分局 扶持大陆派出所民警 接到一名男子的求助 男子说自己在家里摔倒了 急需民警帮助 对方男子说自己体重是400多斤 然后在家不顺倒地 没法起来 已经倒了三个小时了 民警到达该男子家中后了解到 此人因为长期久坐 暴饮暴食 导致体重一年内增长至400余斤 并且伴有肌无力等疾病 民警考虑到他身体情况特殊 第一时间联系了急救人员和消防救援人员 到现场进行施救 根据现场的情况 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这个求助者的身边的地上放了一双被子 然后帮他挪动到这个被子上 随后现场的人员每人抓着背脚 大家共同协力将男子抬上床 考虑到该男子的情况会对今后的健康造成影响 事后民警又帮忙联系了减肥机构 赶紧锻炼减肥吧 你想想400斤能顶我仨了 那骨骼啊器官啥的就是不堪重负 就算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健康着想 还是得控制好饮食 切记不要暴饮暴食 当然了这个勤家锻炼也是非常必要的 趁着民警帮联系到了这个减肥机构的机会 可得消肿了 行时呢一定要多注意锻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